非常有骨气然后圆满 金戒指金项链是传统婚礼必备品 不过现在准备结婚的新人 荷包又要缩水 贵气的牡丹花金首饰套组 是不少新人指定款 才半年就涨超过七万 随着国际金价攀升 国内银楼黄金牌架也屡冲高点 今年初除夕前两周 黄金牌架一千八千元 但8月17号冲到美前一万零五十元 21号又再涨到一万零七十元 再创历史新高点 金价的涨幅到底有多大 像我手上这一条十两的金项链 过年前的价格将近八十万 但是现在我们重新再量 今天的价格已经超过一百万 大户若此刻变卖现赚二十万 比照2017年11月金价 美前四千八百元 七年涨超过五千元 整整涨了一倍 金金价当然是越来越高 那要结婚的人也会先来寻价 当下就会马上决定 先买一套金饰回去 因为他知道再过一个月 金价会更高 外媒报道 国际黄金现货价 创下每盎司 两千五百美元的新高 华尔街更预估 有望冲破三千美元 未来金饰恐怕只会更贵 下来也喜欢陈世雄林家倩台北报道 再次打开